大家好,17点26分了啊,给大家看一个小视频 我们家门口你就尾随我,希望你小伙子说话要诚实一点 现在是2021年的6月7日 我从家门出来,这个小伙子就一直尾随我 跟随我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形式吗 你在干违法的事,你知道吗 你跟你的父母,家人,朋友都说说 你今天在干什么工作了 希望你回去做一下记录 躺着睡不着觉的时候想想 你在替建商道街及社会组织 尾随一个控告他们的人 对吧,现在你不报名身份 你干的这工作对吗 你说说,你干的这工作对吗 你在违法,知道吗,你干这工作 如果说你的亲戚朋友同事看到这个视频的话 你干的这个工作在违法 他们动用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 那一天换好几十人来尾随一个控告他们的人 党内的蛀虫,你知道吗 我说的不对,你为什么尾随我 你为什么尾随我,谁让你来的 我就问你,谁让你来的 你还替你的组织这样干了 昨晚他们被抓起来的时候,你也是殉葬品,知道吗 天津公民张文燕 哈哈哈,天津公民张文燕啊,张文燕大姐 哎呀 类似的情况每天在中国都至少上千次的在发生吧 是吧,甚至更多 你就告到北京也没多再用 可能个别人倒了 但是贪官就跟那韭菜似的啊 也是层出不穷的 这有一个地图挺好玩的哈 高考中国各地的难度的地图啊 说是优惠模式啊 不知道他这个依据在哪啊 他说有几个地方是优惠了 我看12345678 八个地儿给优惠了 是有吉林、辽宁、北京、天津、宁夏、青海、西藏和上海 有普通模式 普通模式有黑龙江、内蒙古、新疆、陕西、湖北、海南和福建 有困难模式 困难模式有河北、甘肃、重庆、贵州、湖南、江西、浙江、江苏 有噩梦模式 噩梦模式啊 噩梦模式有山东、山西、安徽、四川、云南、广西 那么还有地域模式 那么还有地域模式 最惨的俩地儿 一个河南 一个广东 还有一个绿色的叫台湾 人家没有高考 哈哈哈哈 嗯 给这个小小商贩惹急了 光着大榜子拿着菜刀 这城管也抱头鼠窜啊 这有人作弊啊 拿着手机把那个答案传送作弊 我听说前两天有的人在眼镜上面有摄像头 哎呀太先进了 都是间谍的用的工具都作弊啊 这些人当然这么干是不公平的 别人呢 对吧 别人怎么干啊 你这样都怎么干 对不对 你破坏了一个公平的秩序 可是在中国作弊 似乎从最高到最低 是吧 各个领域都作弊 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现状吧 就阅发 uncomfortable 是吧 予渐头 对顾 感谢观看